大家也许听说过一个仿佛是地摊小说一样的故事 那就是南明永利帝曾在山穷水尽之际受洗改信天主教 并派出使者前往罗马教廷请求援军拯救即将灭亡的明朝 虽然有点玄幻 不过这的确是一件真事 清军南下后 面对越发消极的抗清局势 南明的各个小朝廷与外国都有合作 大家比较熟悉的 可能是郑氏海商与日本的长期贸易合作 支撑着郑成功孤悬海外的抗清事业 西南方的永利政权也没闲着 暴门的葡萄牙雇佣兵曾协助李定国攻克桂林 迫使满清定南王孔友德自信 一度收复了广西全省 这让永利帝看到了希望 反着实用主义的态度 他让全家老小全部受洗 嫡母王太后洗礼名为玛利亚 中公王皇后洗礼名为亚纳 以及中国唯一一个基督教皇太子朱慈轩 洗礼名为当定 其实就是康斯坦丁的简化读音 永利帝以他们的名义 写信交给使者带往罗马求援 今天依然能在罗马首都博物馆 看到当年的信件 而单词重任的是波兰传教士捕弥格 他1645年到达中国 在明朝明存实亡的动荡背景下 游历和学习 精通中国植物学 医学 历史和地理 派他作为使者 理论上是最合适的 但由于欧洲刚结束了30年战争 不仅罗马教皇 再不负中世纪一句话 就能发动十字军的权力 曾经代表着天主教权威的耶稣会 也已经没落 传统天主教国家 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东方的影响力下降 风头正盛的新教国家 比如英国荷兰 作为天主教的死对头 是不可能来救大明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这次初始行动 无疑早被判了死刑 而补弥格一路上 也因此遭遇了无数艰难险阻 1651年 在一个清明朝的主教帮助下 得以搭乘葡萄牙商船 踏上漫漫求援路 几个月后 他刚一到达印度瓜邦 就遭到了软禁 原因是清朝顺治皇帝 为了孤立难民 一在1650年 就与耶稣会签署了条约 保证耶稣会 在中国的一切权利 这就让补弥格的行动 显得名不正 且言不顺了 但补弥格没有放弃 在被软禁了半年后 他化妆成亚美尼亚商人 越狱成功 决定避开海上的葡萄牙港哨 改由陆路前往 萨发维帝国的阿巴斯岗 再到首都伊斯法汉 沿路 虽然历经匪盗骚扰和缺水威胁 他依然坚持使命 并在休息间隙 完成了分析中国形势的 中国报告 就这样 沿着当年马可波罗的足迹 经过亚美尼亚和土耳其 从施麦纳上传 抵达威尼斯和罗马 期间 补弥格 进行了很多 违反耶稣会纪律的活动 谴责满人对明朝的侵略 呼吁欧洲保卫明朝 还私下与法国大使会面 引发了罗马教皇 因诺森实事的极度不满 还被质疑 明朝使节身份是假冒的 直到1655年 亲任教皇 亚历山大七世级位 补弥格 才得到了召见 然而在他之前 受到清朝庇护的 德国传教士 唐若旺 就派遣传教士 魏宽国 带着有利于清朝的 达达战绩 来到罗马教廷报告 两者水火不容 教廷内部 玄疾分为 清明派和清清派 最后 教皇认为 只要清朝允许传教 那么支持南明 就没什么意义了 补弥格 仍旧不死心 又驱往了法国和葡萄牙 而当时 使葡萄牙独立的国王 若昂四世 是唯一一个明确答复 会派遣援军的人 尽管总体上 这次出使 以失败告终 补弥格 依然决定履行于南明的诺言 带着欧洲各方的回信 返回中国复命 1658年 此时的清朝的统治 基本已经稳固 补弥格 辗转于中国边境 无法进入 积劳成疾 1659年8月 于越南病逝 非要评价的话 我看 他也许就是 古往近来 第一名粉了吧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微博东力史 感谢关注 并转发我们的 原创视频 明视频APP 等你下载